再看一次整个动作 我再放慢一点 我们拍 拍 过 压住 放蓝 你近身的时候插花 拨手 不行 射球 好 大家好 又是我Coach 灰 今天我们会讲运球的保护手 如何在我们今时今日的现代篮球 可以用作一个武器的存在 我们以前运球的时候 这只手主要是用上手 我右手运球我们的上手 主要是用来做挡 但现在你会见到 例如Harden、Chris Paul 你会用到这个off hand dribble 会变成一个个人的技巧 今天我们就会直接讲 如何用这只手去个人 首先我们必须要知道 我们运球的时候 你带球 那个球的位置是在哪一处 有很多人 会说拍球的时候 我们的球要拍在脚的旁边 脚的旁边 例如在这里 假设现在阿豪做Defense 我运球 通常在旁边的镜头会比较清楚 你是会拍在脚的旁边 但是一般在前面 我其实不建议拍在这里 为什么呢 当你拍球的时候 你拍在这里 是不是 你会发觉 你和防守者中间夹着的球 这个就矛盾了 如果这个球是你的资产 是你的荷包 是你的钱 你会不会拿出来 跟他斗抢啊 是你的啊 明白吗 你不需要拍在这里 很多人都会说 如果阿豪这样守我 或者调转我 我做防守的角色 阿豪拍着的球 在这里 是的 如果我去Aggressive Defense 的时候 你会怎样啊 你会退后 这个是正常的答案来的 正常的答案 正常的答案是 他会这样挡住我 拿个屁股 握住我 对不对 通常都会变成这样的 好了 这个动作 记住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 你自己想象下 你是防守方 如果这个人 拿个屁股握住你 你会做什么 你会见他握住你之后 你放过他 你好东西 我退后啊 还是你见他握住你之后 哇哦 就冲过去呢 你想清楚 接下来你只会 接受更强 更Aggressive 更主动的防守 你更加容易失波 记住 任何时间都是的了 你要保护自己 必须要有进攻能力 你很少见Kairi Irving 或者哈顿呢 是会很Aggressive地去守住 通常都很少 不是没有 很少的 因为怕你过 对明白 怕你过 只要想到他 离不得到阿ray 可以 resting 可以 看起来 在拇指前 拿到 voll 因为我每一下动作都是在过它 明白吗? 它就不会那么刺激的 假设刚刚阿豪做了一件事 就是我之前教过的 它刺激的时候 我跳后,我就过了 明白吗? 你就很容易过它 拉开你的手 我建议拍球是十字架的拍球 是十字架的拍球 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先进主题了 我们先拉开手 好了 当一个防手对着你的时候 你会发现前后脚 一般防手是这只手举高 对不对? 你刚刚就是了 亦都会调转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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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住 首先第一件事 我们怎么撥手呢? 整个动作就是 我运球 过 撥 这一下 拿到位置 上篮 再看一次 整个动作 我再放慢一点 我们拍 拍 过 压住 鸽 鸽� 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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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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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 Brendan 扩手 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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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射球了,明白嗎? 其實哈頓就是這樣打的 你近身的時候,插花,撥手,不行,射球 明白嗎?是很討厭的一件事 我們怎麼撥手?記住,我們為什麼要十字架拍球? 因為我們這隻手是不可以放下來的 我們怎麼才可以撥到它? 看著,我們不是這樣拉他的手 記住,我們是這樣拍球 這隻手要插到上空上面 然後向下撥,不是捉住它 記住,不要捉住它 也不是捉住他這隻手 記住,我們這一部分撥 再看一次,向下撥之後 我們借勢拿著位上籃 明白嗎? 如果他的手不讓你撥 不讓你撥之後呢 你就急停射它 明白嗎? 你就可以急停射它 也可以隨時靠昂華的運球 帶到很遠的距離 明白嗎? 明白嗎? 有沒有不明白嗎? 試一下吧 OK 你先試攻CM 好,那我們就看看阿豪和CM示範 剛剛閒談中 原來他們兩個很少用的 完美 大家可以看到自己的問題在哪裡 準備,阿豪先 大球,守球 Defense 正常守球 對了 對了 按住了 剛剛呢 阿CM呢 剛剛呢 阿CM呢 上手按住了阿豪的 off hand 剛剛就是這樣 上手按住了阿豪 阿豪沒有得撥的 這個時候 記住 所以我說你的手是不可以這樣拍球的 這樣拍球 記住 我們一用的時候 插進去那裡 還有第二 不要先按側 再過來一點點 你按側呢 是你練習不到的 明白嗎? 他也很容易搜你 如果按側的話呢 如果我們按側的話呢 我會怎樣用呢 我是這邊用的 明白嗎? 我是這邊用的 明白嗎? OK 我們反而是這邊用的 OK 不好意思啊 順便跟網友說一句 很多網友說我不會用左手上膽 在五年前 我斷了一隻腳 現在右腳沒有那麼大 我右腳跳不起來 所以我上膽會比較差 所以我很少示範在左邊 不好意思啊大家 好 準備 繼續 那隻手又被人按住了 我們不會那麼快走出來的 看多一次 我們怎樣用啊 OK 我們拍著那個球 不要讓人知道 可以嗎? 認真手的 不要讓人覺得 對啦 我們可以逼多幾下 過那邊 不是 這一下就按下去了 看到嗎? 這一下就按下去了 看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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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嗎? 那當然 CM這樣手我會射他 因為他做得太低 記住不要為了用一個技巧 破壞了自己進攻的節奏 記住現在先射射 你明白 過了 對啦 然後放冷 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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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痛 看到嗎? 看到他我們有這個手之後 我撥倒他 我就可以讓他停下來 我撥不到他 也都把我跟他的距離 拉開了 明白嗎? 而你不會覺得這是一個犯規動作 記住啊 不是啊 這樣打下去 絕對不是啊 記住我們是撥的 OK 吊磚示範一下 難不難 是 這是一個對戰經驗來的 你要跟別人對戰得多才會溶出來 再試一下 對了 握到他一下了 但是呢 這一下呢 就 有些 扯住他的感覺 是有犯規的感覺 這個是會有犯規 因為他是這樣 扯他 明白嗎? 記住 我們是 先這樣貼身 貼身先 不要伸手出來 握他 記住 我們貼身再撥 明白嗎? 就是這一下 明白嗎? 我們不要記住 不要這樣握 一定犯規的 我們貼身 再撥身 哎呀 又炒了 明白嗎? 當我沒有位置的時候 也可以停 因為他被你握的時候 他就會 呃 這樣向後退 再來 貼身 貼不到身 叫做想射球 對了 按到了 這一下按到了 是可以的 可以的 但是 CM有一點不好就是 你會發覺他拍球 鎖住了在這裏 所以你覺得你不太自然 記住 這裏拍球 這裏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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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嗎? 阿豪再試一下 拉開手 是呀 貼身先 貼身一個in and no 其實你撥到的了 是不是? 但是你很快就走了 我們不是這樣的 看著 你撥到他 你碰到CM的了 碰到CM的了 記住 你這樣領著他 他也不能回來了 他的肩膀被咬到這樣 我也是過他的 明白嗎? 我們是最重要的那一點 我們不是拉走他 我令到你 濕屏下的 你撥不到 你認真手我 看著 是不是? 你撥不到 你撥不到 進去 哎呀 我現在撥住了你 你撥不到 但是我有利 因為我拍著那個波 那一核心 我就彈開了 明白 我就彈開了 立即可以 記住 我們第一點就是 我們保持上肩這個位 先進去 我們先貼近防守 防守這個時間 他才會這樣伸出 對著鏡頭 看著 我們就是貼著他 這隻手才會伸出來 這隻手會舉高 我們過的時候 這一下 所以你記住 假設你記住 我一下壓進去 明白 壓進去 壓進去 撥你 撥不到 你都失位 然後我再轉方向 明白 你知道你的反應夠快 你的經驗夠快 就是 我撥 我就過 我撥不到 我可以隨時轉方向 你要這樣想 再來 對呀 Good Good 是不是 OK 用不太用到核心 是不是 你用到核心 你會急停到射擊 這個行動 明白嗎 OK 看到嗎 清楚嗎 希望這次示範得很清楚 記住一個重點 第一 你練習的時候 我們練習的時候 我們練習的時候 記住 十字架帶球 這個球 不是在前面 外面 壓壓 用核心 壓壓 壓 人是直的 三個高度 肩膀 腰 膝頭 都是直的 向幻閒 我們可以這樣練習的 腰 壓壓壓 肩膀 壓壓壓 甚至可以這樣練習 一樣 三個高度 明白嗎 當你練習慣了兩個球之後 你 就是off hand就會activate 就是會啟動了 明白 我們拍拍 明白嗎 明白嗎 你就可以一下 撥開阿豪 上攬了 OK 難得這次入球我們完 好 今天 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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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